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独 欢乐 纯洁 今年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大人 他用音乐诠释心中的世界 他以乐观的方式找寻色彩 他用左手练习飞翔 他用乒乓球向人声致敬 生命是被更新还是自尽 只在于每一次的选择与决定 新的一天 你决定成为谁 借我们一点时间 关爱未来 呵护西方 借我们一个故事 承担生命的温柔和张力 我们希望创造的 不只是顶级的微电点三场 更是青少年的灿烂千阳 无论你是怎样的身份 在这里 请关爱 请呵护 请倾听 请抚慰 他们只是折断了翅膀的天使 也许现在还不够耀眼 但我们坚信 他们能将未来照亮 第四季 为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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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爱青少年 彩虹行动 微电大赛 邀您一起 关爱未来 透露希望 救出你的不平凡 救出你的不平凡 不久 黄黄虫 现在变成了蝴蝶 和妈妈 请不吝点赞